而這個停班停課的訊息 如果沒有來得及掌握的話 可能會反而讓人家覺得很不便 像台北市就挨罵啦 台南市昨天晚上就陸續下的大雨 但是市政府在今天清晨5點50分 才緊急宣布停班停課 很多家長跟學生措手不及 讓他們氣炸了 要下來 那個市政府宣布 今天上午停止上班上課 下午有沒有看新聞 哪個爸爸回去 消防人員看見家長陸陸續續 帶小朋友上課 趕緊上前告知 上午宣布停課了 家長聽見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 都傻眼了 5點50才宣布的啦 我不會來的 那那個 那個停好 停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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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然這樣 我不會來的 還有小朋友因為沒帶手機 必須跟學校主任接電話打回家 家裡還沒人接露出無助的表情 來 拿著 拿著這個 你再播一次好了 沒人接喔 那怎麼辦 這個小弟弟還自己穿雨衣走路來上學 聽見不用上課默默轉頭往回走 表情非常無奈 你自己走來的喔 對 那你不知道不用上課 不知道 那現在怎麼辦 回家 他人是從昨晚就陸續下著大雨 但是政府在清晨才緊急宣布停班停課 家長和學生根本就措手不及 讓他們氣炸了 市府在5點50宣布上午停班停課 又在7點50宣布全天停班停課 我想我們是很迅速的做出回應 並沒有有任何遲緩 市府的臨時宣布強調他們應變迅速 卻讓早上起床的學生措手不及 家長也打壞了一整天的行程 大家真的麻煩了 雙雷球奈冠章 許安 台南報導